好了 同学们 上次咱们讲到 伤寒之邪是流链代表 然后化热入鲤 在这个入鲤的过程中 因为化热就消耗了大量的阳气 虽然是有里热症 但是它的代价是用阳气消耗换来的 这已经隐伏着危机了 再看文病 叶天是怎么讲的呢 温邪则热变最素 因为温邪本身就是热邪 它性质就是热 所以它变化很快 它不需要流链代表 热邪侵犯到体表 奏理是开泄的 所以它可以很快就进去 不需要流链的过程 所以它变化很快 表证很快就入鲤 那么请问 入鲤的过程中 对人体有没有消耗 消耗的是什么 上不上阳气 也上 就是啊 伤寒消耗阳气同时也消耗经验 温病消耗经验的同时也消耗阳气 但是呢 以哪个为主 伤寒以消耗阳气为主 温病以消耗经验为主 所以它向理发展 这个过程 必定要消耗经验 它发展有两种趋势 一种是 逆传心包 营分 温病不是有逆传顺传之别吗 它可以逆传心包 营分 营分症的特点 是热血损伤营因 也就是热血消耗血中的经验 为什么理传营分 因为它血中的经验不足了 抵抗力不够了 所以直接入到营分了 这是一种情况 再有一种情况 顺传 扬明气氛 按照无据通的三交辩证 上交病不解 由上交的肺 顺传于中交的胃 胃是足阳明 所以它顺传阳明气氛 也是出现理事热症 实际上 也是阳明 理热症 对吧 大家看看 这两个都是阳明病 都是胃热 临床表现 都是神大热 口大口 大汗朱 脉胸大 治疗都用白虎汤 伤寒也用白虎汤 温病也用白虎汤 为什么呢 它都是阳明理热症 这点是一样的 当然了 温病还有一个 伤营因 逆传营分的问题 它这个阳明理热症的出现 前提 是在消耗精业的情况下 这一段的表现 是一模一样 没有区别 分不出来 但是再往下传 再往下发展 温伤寒的阳明理热 下一步再发展 正邪相征 征完之后是什么结果 如果还没有痊愈 当然了 可以出现成细唐症 成细唐症也是阳明 咱们这个包括白虎和成细了 再发展 三阴虚汉症 足太阴疲 足绝阴肝 足绍阴胜 三阴嘛 这三阴的阳气虚损 最后出现虚寒 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麦威续戴玉妹 四肢决力 亡羊了 最伤寒最后发展结局 是亡羊决力症 为什么 大家看啊 这个阶段消耗了阳气 阳明理热症 为什么会出现理热 是因为正邪激烈相征 功能高度的亢奋 在这个相征的过程中 阳气消耗不消耗 它是阳气在和热邪作斗争 所以阳气大量的消耗 如果消耗到一定的程度 阳气抵抗不住了 阳气不够了 它就热不起来了 出现寒相了 所以在这个阶段 高热大汗 当然要伤金叶 高热大汗 肯定要伤阳气 既伤金叶又伤阳气 那么以谁为主 最后以谁为主 金叶阳气两伤 是伤金为主还是耗气为主 耗气为主 为什么呀 它前提已经阳气被消耗了 这耗了一步 到这又继续消耗 是一耗再耗了 最后阳气不够了 衰竭到极点了 没有抵抗能力了 所以出现了一派徐寒 亡羊绝逆的表现 所以伤寒 初起太阳 然后阳明 最后三音 不就这么个发展过程 看文明 文明 不管是 逆传心包 营份 还是顺传阳明气氛 总而言之 在今夜消耗的前提下 继续消耗 在传递过程中 它既耗伤金叶 也耗伤阳气 但是 以哪方面为主 以金叶为主 为什么呢 因为它前提已经消耗了 金叶是一耗再耗 最后发展到什么程度 也是三音病 它是三音 守哨音心 足哨音肾 足觉音肝 最后的消耗 干血肾经嘛 最后的结局 汪阳脱液 干血肾经大量的消耗 人呐 形体消瘦 皮肤干重 眼眶塌陷 全身筋叶不足 重度脱水的表现 最后 导致汪阴 你看 伤寒三音病是汪阳 温定到最后 是汪阴 结局不一样吧 为什么 从开始 邪气的性质 就决定了 他们对人体的损伤不同 寒邪是以伤羊为特点 热邪是以伤阴为特点 所以继续发展 下一步虽然都可以出现 阳明里热症 但是最后的结局 伤寒以汪阳为主 温定以汪阴为主 我这提个问题 伤寒可以不可以伤阴 有没有绍阴热化症 因为他伤筋叶呀 扬明腐蚀 灶热伤筋 也可以伤筋叶 最后导致 三音的虚弱症 有没有 伤寒有绍阴热化症 为什么张忠敬提出来 极下存阴 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呢 因为扬明里热 从无形热症到有形热阶 最后大肠造热 造使要消耗金业 它也可以向伤阴发展 所以张忠敬提出来 极下存阴 那么在伤寒里边 是汪阳占多数 还是绍阴热化占多数 还是汪阳那多呀 寒化症多 热化症少 温定 可不可以出现汪阳 可不可以 在这个阶段 扬明里热阶段 如果说 阳气和金业大量的消耗 最后阳气支持不住了 也可以向汪阳徐托发展 所以温病也有汪阳 咱们后边讲 具体病种的时候都要讲 但是温病 在这个阶段向汪阳发展 还有像这方面发展 哪个位入 咱们看主流 还是汪阴热 因为它是热血 它以伤今夜为主 所以伤寒和温病的区别 它们最后发展的结局不一样 伤寒虽然有哨阴热化症 毕竟是少数 以寒化为主 温病虽然也可以出现汪阳 在气氛高热的时候 可以向气虚方向发展 最后导致汪阳 但是毕竟以伤阴为主 就这么个过程 这个区别 是从始到终都不一样 你说伤寒能包括温病吗 伤寒法能治温病吗 这阶段是一样的 其他阶段都不一样 研究生入学考试题 从事阳明病 伤寒与温病如何区别 这套题难住不少人 一般打不上来 咱们讲完了从头到尾 你这套题回答了 如果没讲 就光把这讲一学一遍 你答不出来 这套题相当深 有深度有广度 有难度有水平 他考的不是阳明病 考的是什么 伤寒与温病的区别 你光看阳明病 答不了 这套题应该怎么答 要沾前过后 往前看 伤寒的阳明病是怎么来的 表寒化热入理 在由寒化热的过程中 大量的消耗了阳气 它虽然出现了阳明里热症 是以阳气的消耗为代价 已经迁伏着阳虚的危机了 这是前一段 温病初期 是热邪入理 在热入理的过程中 是一路的损伤了金叶 这一路上的都是金叶 当然阳气也伤 但是以伤金叶为主 所以它已经迁伏了 金叶不足的危机 所以伤寒初期口不渴 温病口渴 就这么个道理 伤寒小便情长 温病初期尿是黄的 小便黄少 金叶不足 前半已经迁伏下 阳气损伤和金叶消耗的危机 再往后看 阳明病之后 伤寒是向三阴虚寒发展 因为在阳明病的过程中 它还持续地高热 还继续地耗气伤金 阳气一耗再耗 最后没有抵抗能力了 虚寒 亡阳 三阴虚寒 亡阳 决力证 温病呢 在高热的过程中 耗气伤金 但是它今夜已经伤了 再继续伤 以伤金为主 所以最后 它向亡阴发展 出现 三阴 阴虚证 像亡阴虚证发展 最后的结局也不一样 前边不一样 后边不一样 就中间这段一样 人家就问你这段 你要如果盯着同事阳明病 这道题绝对没法打 你要盯伤寒与病 区别在哪 它这个啊 这是个虚晃一招 实际上问题是这 这不会答 答不好的原因在哪呢 就答这 分析了半天 伤寒的阳明病是理事业症 文病的阳明病是理事业症 伤寒的阳明病 身大热口大可 大汗出卖虎证 文病也是 太用白虎汤 太用白虎汤 再发展 太用成细汤 太用成细汤 白痴了半天 这卷子写了一篇 最后再往下没法写了 你就在这儿转 它俩没区别 是前辈 邪气的性质有区别 发展过程有区别 最后向最终方向发展 又有区别 这段没区别 所以古往今来 伤寒和文病分不开 就因为 它都有理论这个阶段 这也是文病学派 所以不能从伤寒里面 拖着出来的一个原因 这道题说得很好 夜天室在外感文热片里边 对伤寒文病的区别 它是反复讲 因为 你不把伤寒和文病区别开 不从病因病激上区别开 这文病就不能脱离伤寒的体系 所以他前头讲 便因为细血 则与伤寒同 若论治法 则与伤寒大义 这段学生还没有听明白 那老师你说说他怎么大义 所以第二条他接着就讲 盖伤寒之邪 留恋代表 然后化日入理 温鞋则热变最速 底下接着补助 具体内容 这个问题咱们以后 再详细地讲 因为夜天室外感文热片 前面十条都讲的是大纲大法 后面就具体诊断内容了 那个好理解 前面这段内容相当的深 所以咱们准备拿出一定的时间来 专门讲他 这个地方咱们就是 给大家交代一下 伤寒和温病之间的关系 它除了有 隶属和并列的关系之外 更重要的是要加以区别 你只要把它区别开 才能够使温病得到发展 但一个需要搞清的问题 是温病本身的问题了 它除了要和伤寒区别之外 那么温病和温义是什么关系 这个前面咱们讲过 吴又可的说法 吴又可认为 温病就是热病 因为温和热只是程度上的区别 温为热之使热为温之中 就程度上的区别 所以它们是相同的 没有区别 和温义也没有区别 因为什么呢 温义就是具有传染性 众人相等嘛 如摇曳之意 众人相等之位也 它也是温性的病 所以温病热病 温义都一样 把这个字换成这个温 这温就是这个温 不过是偏盘的变化而已 还是一样 所以呀 是一串等号 清末的医学家陆九芝 陆九芝这个名字 大家不太熟悉 他的著作是《诗补斋遗书》 他儿子有名 陆顺祥 陆顺祥是清朝的状元 他说什么呢 温为温病 热为热病 看这句话 他说温是温病 热血导致的是热病 温病和热病 有没有区别呢 区别在哪呢 没有其他的区别 就是看他传染不传染 把这两位前辈的话对照一下 谁说的对 都不对 也不能说都不对 都有点绝对 按照无忧可的说法 温病就是温义 都传染 对吧 温病也传染 温义也传染 所以它没有区别 不过是名称的改变而已 因为大伙都叫义 所以我这书就叫温义论 实际上是温病论 温和义没有区别 都有传染性 按陆九芝的说法 温病不传染 温义传染 它俩区别就在于传染和不传染 都偏偏 都太绝对 按无忧可的说法 温病和温义都传染 这个说法不对 应该说 温义 传染性强 可以导致 大流行 咱们才叫义 把它叫义 那么 温病本身 是不是就绝对 不传染 温病也不是不传染 但是 它分两类 一类确实有不传染的 但是另一类 它也传染 不过呢 它传染性不强 不会造成大面积流行 这就不叫义 就是说 温病和瘟疫的区别在哪 叫义字肯定是有强烈的传染性 能够导致大流行 温病呢 有的就不传染 有的虽然传染 但是它不会大流行 所以不叫义 那陆九之类也是一样 那陆九之类也是一样啊 他说温病就绝对不传染 这个太绝对了 温病也有传染的呀 不过就是不到成大流行嘛 说瘟疫传染是对的 说温病就绝对不传染不对 所以他们两家呀 从今天的眼光来看 都不全面 这是关于 温病和瘟疫之间的关系 我们说啊 温病包括瘟疫 温病可以分为 好多种 吴居通说是九种 实际上它是列了十种 包括很多种 其中有一种就是瘟疫 也就是说呢 温病的范围广 瘟疫的范围广 具有强烈传染性的那种类型 强烈传染性 能够造成大流行 所以叫做义 而瘟疫本身 也不是一种病 五义直至结强染疫嘛 瘟疫的类型也不少 他们之间呢 是这么个关系 再一个叫 说一下 温病和温毒的关系 温毒这个名词 温毒啊 有两个概念 一个 它是指病因 就是温热毒血 外感温热毒血而导致疾病 简称也叫温毒血气 为什么给它起个特殊的问题 加个毒呢 因为它治病有特点 它导致疾病 有它的临床特点 所以给它加一个毒字 是作为一个病因的概念 提出来的 温热毒血 简称温毒 再一个呢 它是指一个具体的病种 凡是这一类的病 这种病 都有个共同特点 这病种啊 又可以分成 不少种 温毒也不是一个病 它是一个特殊的病种 在这个病种里边 又可以进行分类 你像咱们讲义里边讲的 大头温 榨塞 烂喉沙 都属于温毒的范围 就这个概念呢 咱先搞清楚 一个它是这一类病的名称 再一个 它是个病因的名词 首先说温毒 是温病里边的一个种类 它属于温病的范围 和瘟疫一样 也在瘟疫的范围 瘟病的范围之内 为什么呢 因为它也是外感病 也是以急性发热 为主要临床特征 它符合瘟病的概念 在这个范围里边 所以它是瘟病 但是在瘟病里边呢 它又是一个特殊的种类 为什么特殊呢 因为它的临床表现 和一般的瘟病不一样 所以给它加一个毒子 它特点在哪 有两个 一个 病人呢 除了全身发热之外 某个局部 有红肿热痛的表现 比如说 炸腮 小而流行性腮线 除了发烧之外 还有两腮 耳齿前下方 腮线这个部位 肿大 肿 有的红 发热 三腾 再比如说 大头瘟 大头瘟是单独 颜面部的单独 头部肿大 像斗一样 肿起来 甚至于目不能开 两个眼睛张不开 红 肿之外 还有红 发热 疼痛 甚至于 咽喉里边 也红肿疼痛 除了全身发热之外 有头面部的 颜面部 红肿热痛 再比如说 烂喉单杀 简称烂喉杀 再简称就是喉杀 就是西医所说的 心红热 这种病人 除了 发热 全身症状 发热之外 当然了 它起砂疹 另外 还有烂喉 为什么叫烂喉啥呢 它咽喉部 红肿溃烂 它们的特点 都是共同的 你看 这不是一个病种 但是它们都叫纹毒 为什么 它们有局部的 红肿热痛 甚至溃烂 所以把它叫毒 用个毒子 这是一个特点 再一个特点 单独 大多数都具有传染性 但是它不像瘟疫 传染性那么强 不一定造成大面积流行 所以不叫医 根据这个特点 把它叫做 温毒 但是它也有传染性 三线炎传染不传染 流行性三线炎 它不仅传染 传染炎挺强的 但是它跟别的异病 又不一样 它有这个特点 所以叫单独 用一个毒子 把它和其他的温病 加以区别 但是呢 它还包含在 温病这个大范围之内 咱们不说了吗 温病的范围 是外感病里边 除外伤寒 其余都是 那就是温义 温毒 都属于温病的范围 但是它不和一般的温病 有所区别 所以呢 又另外 给它加个益子 加个毒子 关于这个温病的概念 咱们就介绍这么多 这个概念这部分呢 除了设计温病本身的概念 什么叫温病之外 大家要掌握温病的特点 它本身的特点 温病和伤寒 温病和瘟疫 温病和温毒 之间是什么关系 其中最主要的大家 首先应该把它和伤寒区别看 怎么区别 跟咱们再给大家讲了 我倒建议你们复习的时候 就复习那道题 同事养病病 温病和伤寒有什么区别 好好钻研论那道题 从前到后怎么看 把这个闹清了 温病就好学了 下面啊 这是讲义的第三大部分 第三章 温病的病因和发病 就是哪些原因 可以导致温病 治病因素 这是病因 但有了病因之后 是不是一定就发病 那倒也不一定 它还和诸多因素有关 那是发病的内容 所以这一章啊 讲的是两部分 一部分先讲 导致文明的病因 在这个基础上来讲 有了病因 是不是发病 和哪些因素 和哪些因素有关 古人讲啊 外感不外六因 民病 当分四七 什么意思呢 外感病 不外乎风寒 手之道 火 这火呢 咱们现在把它改成温热 不外乎 六因邪气 民病当分四七 就是说呢 具体到分析病人来讲 应该分季节 不同的季节 有不同的病 那么具体到温病的病因来讲 六因邪气都可以 包括寒带内 寒邪也可以导致温病 浮寒化温 就下边咱们一个一个的介绍 叫风热邪气 或者叫风热病邪都可以 说民病当分四七 由于一年四季的气候特点不同 所以呢 它导致的病种也不一样 为什么呢 不同的季节 有不同季节的气候特点 不同的气候 导致的病种 当然就不一样 所以啊 咱们首先 先讲风热邪气 你要搞清 它是哪个季节 它的主气是什么 风热邪气发病 发于春季 为什么呢 春季的主气 是风 当然呢 地球不光是中国这么大 地球很大 到其他国家不一定适合 但是在我们中国 因为中医学说 是形成于中国 这起码在我们这个地区 春季特点 都风 所以呢 风为春季主气 因为它是 严寒过去了 热空气开始来 冷热空气对流 所以风多是必然现象 而且这个季节呢 又温暖了 气温再逐渐的上升 所以总绝 它的特点是 温暖夺风 气候温暖而夺风 那温和热没什么区别 所以这个季节就存在着风热邪气 它所导致的病种 就叫风温病 如果冬天 气候反常 应该寒冷 不寒冷 温度反而高 这个高不是说高到多少度 你说高到20度 才算高 那是不可能的 就是说按正常的情况下 冬季的温度 应该是在零下10度 比如说它没到10度 它在零度 这个温度并不高 但是对冬天来说 它高 它反常 因为我们人类的 长期的生活过程中 它适应了这个四季的变化 一到冬天 咒冷就开始比赛了 从秋后开始 咒冷就收缩 要保存阳气 你到零下10度 咒冷整个是密闭的 它不到10度 它高了10度 咒冷就开了 所以也可以导致疾病的发生 这个呢 因为它不是发生在春天 就另立一个病名叫东吻 因为它发生在冬天 冬天发生的这种温病 实际上也是感受风热血气 它和风温没有任何区别 就是因为季节不同 所以另起一个名 它们的发生发展过程 治疗都一样 所以东吻这个名词 现在不提了 把它病到风温里边 相当于西医所说的什么病呢 比如说流行性感冒 冬天气候反常 或者是春天 发生的流行性感冒 普通感冒不是 不是风温 普通感冒就是感冒 咱们所说的风温 包括流行性感冒 还有冬春季节发生的 急性的气管感染 急性的气管炎 还有肺炎 呼吸系统的疾病 那么风鞋治病 有什么特点 治病的特点 叶田氏讲 温鞋上寿 首先犯费 逆传心包 主要就指的是风温 它首先侵犯 上交费 肺是指的肺细 那么第一步 它先侵犯未分 就是提表 先侵犯表层 因为风也好 温也好 热也好 风和热 都是阳邪 它们的特点 都是上行 风热都是阳邪 特点都是上行 同时 还都具有发散的特点 风热都开泄逗里 都使逗里 发散 散开 所以呢 它们这几个特点 就决定了 它们必然先 上寿 先侵犯 最上的部位 肺为滑钙 最上的部位就是肺 所以它首先侵犯肺细 在肺细里边呢 第一层就是胃肺 鼻也好 皮毛也好 都是从表而入 它的临床特点 发热 微物缝寒 头痛 口微咳 咳嗽 发热 微物缝寒 头痛 口微咳 咳嗽 舌边肩红 台胞白 麦腐术 是这一系列的 风热表证的表现 风热嫌弃 侵犯体表 正邪 相争于表的表现 至于说 汗 有没有呢 可以有 它和伤寒不一样 伤寒无汗 风热表证 表证 可以有少量的汗 也可以不出汗 少汗或者是无汗 关于这个症后的具体病机 病机分析 咱们放在风温病里边来讲 这就是说呀 外感风热邪气 首先侵犯上脚的肺位 导致风热表证 第二个特点 容易损伤筋液 为什么呢 风和热都是阳血 是阳血都伤阴 是阴血都伤阳 就这么简单 风热阳血 它都容易消耗几夜 叶天试讲 好 好 他这么句话 风加温热而噪声 这是风邪加温邪 风和温热邪气相合 就化噪 为什么呢 因为他消耗精液 两阳相结 就是两个阳邪 合起来消耗精液 什么表现呢 轻翘臂干 轻翘指的哪 头部 头为轻翘 这头干嘛 是头部的那些关窍 比如说鼻干 口干 眼睛发干 耳朵不会干 鼻干 口干 眼睛干渍 为什么呢 为水煮之气不能上容 是因为两种阳邪 消耗人体的经验 主持人体 如刃作用的水气 上不来了 被消耗了 有这些表现 所以说啊 风热邪气 侵犯人体 特别容易出现 声音的变化 损伤经验 当然了 他损伤的 主要还是费筋 这个水煮之气不能上容 是费筋 不能向上 不散 口干 鼻干 唇干 这系列的表现 还不至于损伤 肝血腎精 到不了那程度 因为它是往上来 它不损伤下降 变化快 风热都是阳邪 阳邪就主动 而且风邪 有个特点 扇形受变 它变动不拘 哪都可以跑 特别容易上行 不是高颠直上 唯风可到吗 特别容易向上走 所以啊 风热邪气 侵犯人体 开泄斗理 可以很快就入理 它有表证 很快就变成理证 而且这个理证的发展 很迅速 不仅是迅速 还可以逆传情报 上午还是个表证 到下午昏迷了 为什么 电话迅速 它是阳血 奏理是开泄的 门户大开 很快就进去了 也有的春天啊 小孩到门诊来了 八点钟来了 检查检查 就是头疼 咳嗽 量量体温38度 回去吧 下午两点钟 给你帮了 孩子昏迷了 逆传心包 发展得非常快 为什么呢 是由于 邪气 性质所决定 两个都是阳邪 都开邪奏理 都向上行 心包也在上交 所以他从上交的费 很快就逆传到心包去 这就是需要我们掌握 风温病的发展变化 所以你在表证阶段 马上要截表 如果发现它有入理的趋势 一定要加自阴的药 养阴的药 所以温病的截表 和伤寒的截表不一样 伤寒是新温大发急汗 温病在截表的同时 要加养阴药 比如说 加减微瑞糖 是阴虚的 如果体制性不需 外感风热血气 无疾通的 银效散里边有什么 银效散是不是纯粹 就是新量截表 是 但是它里边加什么了 银效散用什么间 银效散是用纤维根糖尖 咱们现在就有颅根 颅根是什么药 生筋药 为什么呢 起码 它保筋液 又生筋液 一方面有保护作用 防止风热伤筋 再一方面 它本身又是生筋液的药 你治伤寒就用不着这个吧 这就是说 温病治疗 自始至终 要保护筋液的道理 这堂呢 咱们主要是讲了 温病和伤寒的区别 温病和瘟疫的关系 和温毒的关系 后边呢 又开始讲 第三章 温病病因和发病 下课吧 明镜需要您的病毒